张华警方破获了一起专门利用汽车旅馆为掩护的移动式的制毒工厂 警方在攻军的时候这个嫌犯还破窗逃跑 警方连开七枪将其中五名嫌犯给逮捕了 其中一名嫌犯被击中了大腿 这子弹只差了两公分就打到他的重要部位 警方冲进这间汽车旅馆一时之间枪声打坐 嫌犯在企图破窗逃走时被警方逮个正着 其中一名嫌犯左大腿内侧中枪表情痛苦 而这颗子弹差两公分就打到嫌犯的要害 警方调查发现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这四男一女嫌犯 利用汽车旅馆为掩护 其实是在制作安非他命 加热 筒子 烧杯 烧瓶 有些原物料 工具全部都是放在车子上面 然后随时跟着车子移动 嫌犯将工具原料放置在后车厢四处移动 警方在现场起诉安非他命成品一公斤 和原料工具等等 同时还有土制炸弹两颗 至于受到枪伤的嫌犯在松衣之后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